民众直击 严重暴涨的河水直接漫过河岸围墙 大水就像是瀑布一般 把人行道变成湍急小河 菲律宾中部的拉古纳省日前惨遭康僧台风重创 暴雨不止酿成多地 水深极药 就连首都马尼拉都成了一片汪洋 然而康僧过后14号台风灿述紧接而来 由于参数升级速度相当快 杰恩将它形容是超级台风 华盛顿邮报报道 参数台风等等两天 就从每小时30英里风速增强为每小时160英里风速的超级台风 是有史以来增强最快的台风之一 报道更指出 过往两天内升级为超级强台的记录只有5例 包含2020年的天鹅台风 可以发现大多集中在这几年凸显气候变迁快速发生 像先前重创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爱达飓风 也短时间从一级飓风升级为四级 专家担心这类极端气候将变成常态 海洋温度提高导致飓风变强速度变慢 会挟带更多的水分造成更大的破坏 联合国气候变迁问题小组8月就提醒 人类是酿成气候危机的主要因素必须尽早采取行动 TVBS新闻 宋佛导